就到这个看一下这个日志啊 日志里面已经有了 Chrome的日志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到这个看一下这个日志啊 日志里面已经有了 Chrome的日志和这个非Chrome的日志 大家看一下 Chrome的日志里面站在大多数都有Chrome的标记 然后其他的呢 Cypher里面呢 他就没有一个Chrome的标记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有没有Chrome的标记来看一下 这个uxyslog日志里面 Chrome的占比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例子 通过这种方式啊 我们最主要传达的是什么 就是说通过一个readline的方式 怎么去逐行的去分析日志 并且去把日志高效的去跑完 我们新建一个utus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叫readline.js 好 我们的目的就是演示readline嘛 OK 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readline其实就是读行读取 它也是基于stream基于流的 所以说它的效率也非常高 首先 我们要引用这个fs 然后呢 引用task跟之前是一样的 这一行一行呢 我们也没必要去复制了 直接写了 然后readline readline可以是直接引用的 就是nobel.js自己本身提供的 好 我们呢 还有文件名 文件名呢 其实可以通过这拷贝一下 就是 拷贝当时这个 log.js里面 file name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写成 access.log就可以了 好 这是文件名 文件名完事之后呢 我们再 创建 readstream 我们是基于stream的 所以说要创建一个readstream 为什么是readstream 因为我们是读取日资的一个操作 不是写入这种操作 所以说readstream复制成fs.createreadstream 然后把这个file name给它传进去 然后这样就ok了 好 接下来呢 在创建什么呢 在创建一个readline对象 怎么创建呢 这是关键 pastereadline 我们就剪起了 rlreadline 复制成readline. 这个readline是require过来的嘛 readline.createinterface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input 一个输入 输入是什么呢 输入就是这个文件名 readstream 读取的这个流 大家看一下 readline确实是基于stream的 因为它不管readline后面怎么做 这个stream肯定是要一点一点把文件给读取出来的 像一个水流一样 所以说这个readline也是基于这个stream的 好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定一个比如说 chrome number就是当前chrome的一个数量是多少 先定义成零 然后呢 再弄一个number就是总数量是多少 也先定义成一个零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读了 开始中央读取 然后readline.online是什么意思 online和那个on data是一样的 on data是一块数据来了之后会出发的 online是一行读完之后会出发 function 然后每一行是什么就line data 我们进行一个line data 我们直接用电脑核数来写 ok line data里面我们先做一个异常判断 如果是这个line data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圈了就排出一些异常情况 然后呢 排出异常情况之后我们这个 这个里面叫sum吧就走数 我这个sum 就需要加加 这儿呢就是 记录走团数 因为我们的有异常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空号我们不能算 我们的日志 因为我们的日志 当时是通过这个 空格 大家记得吧 通过这个方式来去做的 所以说我们 要去通 它去进行speat 去拆分 如果 它的第二个 就是speat拆分完之后第二个 因为我们的日志怎么记得呢 我们看一下 当时 直接是 通过这个来拆分 拆分 第一个就是method 第二个url 第三个是这个 ua 所以说通过数组来看的话 它就是 array2 如果有array2 并且 第二个元素 indexof prom大约0 就是说 我们这儿有第二个元素 并且第二个元素 有prom这个关键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 累加 chrome的数量 chrome member 加价 就是每一趟读取的时候我们都进行这个操作 最后我们要监听读取完成对吧 这个其实跟stream是非常非常像的 就是readline.on close 那个stream是onend的 readline 这就是unclose 就是当 读取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输出了 比如说chrome占比 占比是多少呢 占比是 chrome number 出于 sum 因为分子出于分母 分子是chrome的number 分母呢就是sum 就是总共的number 我们就可以输出来 好 我们先保存一下 好碎完之后呢 我们等会再去运行一下 去看 练作